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盤後拉迪賽 我是阿凱 那今天的盤勢 大致上就如我們這幾天所說的 就是從前天往下大幅的下殺之後呢 接著連續兩天的反彈 那這兩天我有提醒各位同志朋友 就是不要太過於過度的偏空 因為 我認為就是時空背景不一樣 再次強調一次 我認為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以第二次出現的一個疫情的一個話題 這個議題 它在沒有真正的在全世界蔓延開來之前 我說的真正的蔓延開是指說真的染病 這樣子 那在沒有這樣子的狀況之前 我認為市場要像之前一樣大幅度的下殺 它是有難度的 好 那其實今天的新聞 我有看到幾則就是有關於疫苗的一個新聞 那有一些疫苗大廠 其實他們對於自己自製的一些疫苗的部分 認為對於變種的病毒的這個部分呢 還是有信心的相當有效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兩天 台故就是慢慢的又躺回來原本的地方了 慢慢要躺回來原本的地方 好 那今天整體盤面的一個走勢啊 就像早上跟大家講的 今天為什麼好像要往上攻 攻不上去 其實是兩個因素影響 第一個因素是什麼 第一個因素就是台積電 今天並沒有發動攻擊 它今天其實一整天都大概維持在它開盤架附近來 會做一個震盪而已 所以它並沒有實質上發動一個攻擊 那 在我們將近10點的時候發出的訊息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就是今天台積電有稍微往下壓回測試一下 那只要前面這個低點 就是昨天的低點 506不破的話 接下來它如果再度轉強 很有可能短線上就會出現一個拉抬 那會有助於台穀再往上做一個攻擊 好 那時候快10點左右台穀 台積長這個樣子 好 長這個樣子它有什麼玄機呢 其實這個只是我個人看盤的一個經驗 那我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你可以看到昨天 其實昨天如果我們要硬拉一個關鍵區域出來也是OK 但是我怕畫面過於亂 太亂了 那我就用口述的方式 你看在開高走高 開高走高 可是因為路股它一開盤9點半的時候是開低的 那跟港股一樣 所以讓大盤 讓台積 其實受到一點驚嚇跟著往下壓回 但是在一個偷偷走勢裡面 它壓回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看看它的支撐有沒有發揮作用 你可以發現為什麼它在這邊會停下來 那不僅僅只是因為說跌破了今天早盤的低點之後 有買盤做一個拉抬 其實更重要的是昨天的高點 你有沒有發現它剛好往下跌到昨天高點之後 就停止了 然後買盤開始出現了 那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其實每一天的高低點 每一天的高低點它都是相對應的支撐跟壓力 那昨天的高點呢 理論上來說 如果今天早上開盤沒有過昨天的高點的話 那它會形成今天往上攻的一個壓力 可是你可以發現今天一早開盤的時候就已經拉過去了 所以它拉回的時候 剛好順便去測試一下這個昨天高點的位置 有沒有有效的形成支撐 那既然連昨天的高點都跌不破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今天整體的盤面來說 它是偏多的 它是偏多的 所以我這邊有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就是整體來說是屬於偏多的一個優勢 不過台積電沒有配合同步 那目前偏震盪的走勢 等一下看台積電有沒有轉強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你可以看到 今天確實它後面這邊有稍微做一個轉強 過今天高點的動作 那可是因為台積電真的沒轉強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今天 它在幹嘛 你看喔 這裡 這一根喔 是今天台積電5分鐘K 第一根開盤的K線喔 可以看到今天整天就在這附近 放來放去放來放去放來放去 它並沒有轉強喔 反而今天是稍微有一點點偏弱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即使台積它具有多方發動的一個條件啊 它也很難順勢的去突破前面的一個壓力區 那我們再把它套回來之前 我們跟大家講的關鍵區域的一個概念喔 你可以發現 上面這個關鍵區域 你看從多久的時候 我們從幾乎12月 12月中之前 你看這是12月10號的喔 這10月10號的一直用 因為用到現在還在用 還在用喔 你可以看到今天是不是拉到這個地方 再把它拉長一點點喔 好這樣子 OK 你看今天是不是一樣 它又是打到這個位置 一樣又是打到這個位置喔 打到這個位置之後 有沒有突破 沒有突破嗎 所以它沒辦法繼續做一個轉強的動作 那這樣我剛剛講的台積電金有沒有有沒有轉強 它沒有轉強 台積電金沒有轉強喔 所以有經驗的投資朋友啊 他今天應該會稍微傾向偏多的一個策略去打這個單子喔 那可是我找盤偏多在中盤之後啊 你可以發現因為壓力點一直過不了 一直過不了會形成什麼狀況 就是賣壓會逐漸累積 賣壓會逐漸累積喔 那你可以明顯的發現說 他一直在往上做一個測試的動作之後 接下來買盤不見了 買盤不見了喔 那剩下是什麼 剩下就是賣盤喔 賣盤就往下壓喔 那當然今天因為整體盤面偏多的關係喔 所以他說真的要往下殺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也應該還好喔 那所以我才會說今天應該整體來說是 比較偏向於一個震盪的一個走勢啊 不用有太多過於過多的一個期待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線的部分喔 你可以看到日線這邊 我在幫大家原本的區間再延伸一下下 好 OK 你可以看到他依舊還是在這個區間裡面做整理 他還是沒有做出任何攻擊的一個行為喔 他現在就是整個市場啊 他應該是在等待看有什麼好消息吧 我在想啊 我在想可能是這個樣子啊 那如果歐美市場沒有拉上來的話 在這邊整理太久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喔 你要記得高點一直不過的話代表著什麼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多方慣性 他並沒有持續的進行下去 他沒有持續的進行下去的時候 在這個區裡面啊 空方的勢力就會一直逐漸的做累積喔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他在一步過高之後啊 在這段時間從幾號開始 從10號開始喔 你就可以發現外資啊 他的賣單就一直不斷的增加 他就一直不斷的增加喔 那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外資可能知道些什麼事情喔 那因為我們也有接觸過一些 法人的一些朋友啦 其實他們跟你我沒有太大的差別喔 當然你說他們的消息面比較多 確實沒有錯 因為他們畢竟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們身邊啊 都是這種外資機構的一些研究員 他們會去拜訪公司啊 有的沒的喔 所以他們的消息一定是比我們 普通一般正常人多很多喔 但是在實行決策的時候 他有比你我更佔有什麼優勢嗎 其實也沒有喔 他們也是跟一般人一樣喔 只是說他們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們有風控部門 他們有一個專門控制風險的一個部門喔 在管理他們的部位 所以他們如果狀況不對的時候 風控部門就會做出手喔 那其他的 他看到的跟你我看到的都是一樣的喔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操作上喔 大家不用想的太多 不用過度的去猜說 喔這個人家一定怎麼樣 那個一定怎麼樣喔 我覺得去猜這個東西喔 我以前也是這種人喔 我以前也是 只要做得不順的時候 我只要做多 就被打下來打停損啊 或者是大陪啊 做空又被拉上去啊 又被嘎到啊 我就開始想說一定是 一定是怎麼樣就是主力在洗盤啊 有的沒的喔 那後來想一想其實發現說 自己去想這些事情有沒有什麼用 對自己的操作一點幫助都沒有喔 那與其這樣不如調整自己的心態 看怎麼樣才能夠讓自己 更更加的 能夠去理解 目前盤勢的一個 運作的一個狀況喔 那讓自己怎麼樣能夠去 迎合盤勢的一個走法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擬定相關的一個策略 去做到我們該做的一個行情喔 我覺得這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以目前整理趨勢來說 它還是形成一個整理的區間 它還是在一個整理的區間喔 它目前偏多還是偏空呢 說實在的喔 說實在的喔 其實這一根K棒啊 它的高點在14340左右啦 如果要改變這個整理區間的一個 我認為這個整理區間是有點偏空的 我個人認為喔 這個整理區間是有點偏空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高點啊 後面一直沒有往上做一個創高的動作喔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它的低點啊 其實都有 逐漸一點點 就一點點而已喔 一點點的再往下破低喔 雖然說下去都有買盤拉上來喔 但是它只要一直不過這個高點的話 整體這個整理的區間對於我來說 是稍微有一點點偏空的 是稍微有一點偏空的喔 是稍微有一點偏空的喔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著說 接下來盤勢就會就此反轉喔 我一直在強調喔 其實不是這樣子喔 因為前面的低點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喔 它只要不跌破的話 整體大趨勢的一個偏多的一個走勢喔 還是不會改變喔 還是不會改變喔 所以 在這個整理段裡面 我可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欸 它只要不過那個高點 我就會稍微有一點偏空的 一點點的想法喔 那 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整體的區間規劃 整體的操作規劃 也大概在我們掌控之中喔 那 你可以發現 這個區間喔 反正就是這個區間喔 它還沒有分出個勝負之前 就會持續在這裡面晃來晃去 在這裡面晃來晃去喔 所以 如果你想要操作的話 我還是維持一樣的建議喔 在這區間裡面呢 一樣是短進短出為宜喔 那 除非它有明顯的走出一個方向 什麼叫明顯走出一個方向喔 就是它往上直接做突破 拉回測試不跌破之後 持續再做一個創高 這個叫做有明顯的方向喔 或者是往下跌破 下檔的支撐 反彈不過之後又再轉弱 這種才叫明顯的方向 否則 在這中間裡面啊 它大概就是這樣一個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喔 那是不是每一次都會打到高點跟中壓低點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它接下來的整理啊 如果你可以發現說 它在中線 我們這樣子來拉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區間裡面啊 我們大致上可以抓一個中線區域喔 假設中線區域在這個位置上 它如果拉回休息的時候 已經不再打低點了 反而持續打到這裡之後 持續往上去挑戰壓力喔 我就會開始有一點偏多思考 為什麼 我之前有提過喔 其實整個 走勢方向喔 除了它的 慣性 就是高過高低 破低這種慣性以外啊 我會去看看說市場 它到底是在打哪個方向的 支撐或壓力 它如果持續的去打壓力 可是它不去打支撐的時候 表示什麼 表示其實這個市場啊 做多的人 開始慢慢偏多 開始慢慢增加啦 所以 往上突破的幾率 就會大幅度的提高喔 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仔細來觀察看看喔 我先把這個中線的這個位置 稍微留著一下 改個顏色喔 讓大家能夠看得更清楚一點點 好 我先把它 稍微標一個顏色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仔細的來看看 仔細的來看看 接下來它會怎麼樣來做一個表演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盤化的部分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喔 如果有什麼樣 特殊的情況出現 我在Telegram上面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喔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稍微 暫時 以這樣子來做一個 規劃 以這樣子來做一個規劃喔 看看 市場到底什麼時候 多公尺要分出一個勝負喔 等分出勝負之後 再來 勇力的 往那個方向打 這樣子 久了 時間長久下 只要趨勢跟對了 方向打對了 自然就可以抓得到錢 OK 好 那以上 今天分享 謝謝大家盡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各位